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遇到问题了 好 先生 今天来求助目的是什么 先讲媳妇 然后以后读过 读过 是欠着钱了吗 在哪读 在网上 在网上读过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11月份吧 去年11月份 大半年的时间了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 知道 那没制止 制了 我也跟他说了 他一开始一年签 一年签我都说了 说了他不听 后来一致 然后发展到最后的那些步 后来也吵了也闹了 反正也打了 然后后来 还打了 这个跟姓陈那 姓陈跟那姓陈上 后来他不听 还一致味 这个是前前后后玩了多长时间 反正那时候他怀孕的快生了 在生的时候 我好像在医院里 生过 生过饭以后 在医院里 病床上还玩出来 坐院子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一种赌博的性质 你就大概了解吗 好像都是在网上踩的大小篮 踩大小 我久了听他说了 然后有个群 里面有插画师 然后他给你插画师 然后你买大买小 那这个玩了这几个月的时间 确实亏了 亏了多少 他报警当时说了 他给警察说了 十一万 十一万 亏了十一万 对 亏了十一万 怎么还报警了呢 那你不得离俺 或者嘴叉这个事 觉得这个事 可能是被骗的 对 房子买了 柴买了 家里房子和车都卖了 然后现在 现在卖了放钱 然后父母闹出来 不是不着急 十一万块钱 不至于卖房子卖车吧 是个安马替他 找段欠 咱家里积蓄没有这么多 对 没有 然后 阿玛提他在老家 带了钱 借亲戚的钱 也借亲戚的钱 对 房子也卖了 这房子卖的是 你们俩住的房子 还是老家的房子 还是什么 我俩卖了 你们俩的房子 那你们现在住哪 现在租房住吧 租房住了 把原来买的房子卖了 对 车也卖了 哎呦 那这 那房子卖了 车也卖了 这十一万还没填住吗 那 那那个 安马借的钱 也提了换产 当时 这一部分钱 就是说 那个 也换 换这个 换这个钱了 那总共是多少钱 总共 总共 了解就是十一万吧 总共就是十一万 那不对 那房子 这房子跟车卖了以后 应该这个窟窿 不就填上了吗 嗯 那个 当时 车买的不够 嗯 房子卖的也不够 房子卖的够 但是 这个房子 然后 只是给了又个 给了一部分钱 给了一部分钱 然后现在这个窃 然后 那个 父母拿了 他 他又是态度 对父母也不好 哦 然后父母也不敢再相信他了 现在 哦 明白了 这个房子的户主是谁 嗯 十万 是你 但是这个房子卖完以后呢 你爸爸妈妈 把这个钱 只给了一部分 给你们还债 另一部分拿着了 如果说 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足够好 那还用说吗 这个钱把房子卖了 赶紧把他窟窿堵上啊 这每个月的还有利息 是吧 这利滚利液其实挺多的 但是父母居然不给儿子 儿媳妇把这钱给他们 只给了六万 五六万块钱 剩下六万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哎 他其实首先是挺好的 但是从背后说明 这公婆之间的关系 婆媳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 有点问题的 是有点还是比较多 比较多吧 比较多 这是你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对吧 好的 我要问一下这边 李女士 首先第一个事 就是关于这个 网上赌博的这个事 这是个什么 什么性质的 都都报警了 因为是 诈骗吗 报警的时候 他说的是网络诈骗 然后就是在一个网站里面 手机上面一个软件 知道吗 就是网站里面 然后就是有人跟你说 我也是无意间 收到一个这样的信息 他说就是能帮你赚钱什么的 因为他如果怀孕嘛 没有上班 然后就玩这个了 说一天能挣个多少钱 我说试试吧 一开始的时候是挣了钱了 怎么挣给他 他就是在一个网站 让你注册一个软件 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软件 一个APP 对一个APP 然后有老师 让你加他微信 然后把你拉到一个群里边 然后就是 他说他带你赚钱 就是他让你压大 你个压大 让你加小 你个压小 都那种 可能是一种骗数吧 一开始让你赚到钱 后来让你 让你就是 你赚到钱了 你肯定还想玩 然后接着往下玩 玩以后都输了 输了就想再往外捞 其实他中间 他说的对 他主持过 我跟我吵过架 我们也打过 也闹过 但是输钱了 心里不甘心 有没有在群里面 还有类似于有朋友 在网上再结识了 有这样 也是玩这个的 还有他找的一些托 就是 就是一直就是 让你多 多放一点本金在里面 你的本金大了 你当当人头压得大 如果你中的话 你都连本带的全都赚回来了 这个玩多久 大概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输了 十一万 十七万 十七万 这个玩多久 大概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输了 十一万 十七万 十七万 他说的 当时报警 他给警察说的是十一万 这个十七万 我从来不知道 包括我的家人 这是你第一次听到十七万 这个说 对 那为什么给老公说的是十一呢 中间这个六万块钱 是怎么回事 当时说的十一万 第一 我确实跟警察这样说的 因为当时输的时候 就是十七万 因为我感觉 我自己也感觉 太不可思议 不敢说 怕他们接受不了 所以那时候 给警察说的时候 实际上说的都不是实话 因为手机里边有贷款 加上信用卡 实际上我当时说的时候 根本都没有算 信用卡里边的钱 怎么说呢 信用卡那时候 我输到有信用卡里边的钱 但是没有输之前 信用卡里边也是欠钱的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我那时候赚钱的目的 也是想把这个信用卡还了 所以加到一起 都是十七万了 所有十七万 但是为了这个 不让家里人太担心 对 你自己有点心虚 所以就说了十一 对 我没有说实话 那要是这样的话 其实家里人 现在帮你还了五六万块钱 那其实并不是还差六万了 那要这么说的话 就还差十一万块钱 大概 不是 家里人帮我还了七万了 还了七万 对 还差十万块钱 还差六万 那怎么还差六万 总共不是十七吗 这个数里边 这个十七万里边 是不算是信用卡里边 信用卡里边 原来原先欠的也有钱 知道吗 等于是我输了十七万 然后信用卡里边 输之前信用卡里边 刷的都是欠的都有钱 等于是现在 我想把卖房子这个钱 把信用卡里边 还有手机里面的贷款 所有的钱都还了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明白了 就是现在不管怎么说 如刚老公所说的 现在差六万块钱 对 是吧 对 好 这个确实是不玩了吗 早都没有玩了 这个你跟老公说过吗 说了 不太不敢相信 有点吧 他就是以前那个 以前他那个信用卡 就是欠的钱 他都没有说过 然后 他玩这个 可能为了还那个信用卡吧 然后一直都没说过 我也不知道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六年 六年了 六年 有孩子吗 有两个 两个孩子 那照理说 夫妻感情应该还是可以的 是吧 还行吗 还行 我问一下李女士 六年的夫妻感情 老公说还可以 你觉得呢 还行吗 我觉得也可以 好 先生 他现在出了这么大一个娄子 他表示不会再玩 其实 对于你的媳妇来说 你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 他究竟会玩还不会玩 应该心里很清楚 对吧 只是 怕了 突然间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有了这么多的钱 太怕了 就是这欠 然后一直给 一直给 我让我请亲朋友 解贬了 然后没卖放直线 然后几个要两钱 没个要两钱 一直都给 给了现在 就是一次 感觉给了 还是 不但没有感激 还是感觉 还有一点 还你发脾气 媳妇还给你发脾气 就是不管对父母啥吧 然后 还是跟 还是跟原来那样 还是对爸爸妈妈 是吧 还是会有一点 有点情绪 感觉现在这气 给了他 就是 感觉那个啥 都跟 打水漂那样 感觉上 有点打水漂的感觉了 那可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那就是打水漂了呀 只是不想再打得更多 就是没有感觉 人错这个态度吧 嗯 都感觉说 他说17万 也不知道多少 嗯 然后一直感觉 泰补曼这个普通上的 所以 三位发现没有 其实啊 郝先生他们家呀 普通家庭 积蓄呢 也没有太多 突然间冒出这个事情 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是 有过善意的制止 但是呢 妻子这边的确 还要继续做的这个事情 并且不管11还是17 头有一个这么大的窟窿 家里面这边呢 尽心尽力的 努力的在还这个 在堵这个窟窿 回屋头来去发现 好像 妻子这边 并没有 郝先生所谓的那种忏悔 并没有太真心的 或者说有一种特别的改变 这口气过不去 而这口气同样积压在 郝先生的爸爸妈妈的心 于是他又不敢把这股钱 完完全全的交给 儿子跟儿媳 让他们那么顺利的 把这个窟窿给填上 两件事 说实在的 其实就是一件事 情的事 首先问一下李律师 刚才你也听到了 刚才李女士 这几个月玩的这个 网上的这个 所谓的赌大赌小 这个属于诈骗吗 刚才听到李女士说 他们已经去报案了 那么不知道 这个公安机关 是否给予立案 立案是找出立了 但是现在他们说 说的就是 像这种诈骗团伙的话 他一般都在国外 一般国外都是不好查 查起来特别难 如果公安机关 已经予以立案了 那么基本上 是有犯罪线索 指向这个诈骗罪成立的 但是只是因为客观的原因 因为他们那个犯罪团伙 在国外或者什么 追究责任上 或者这个退回账款上 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事 看样子确实 有可能李女士 是确实被诈骗了 或者被忽悠了 但是真要是追回来 这个款项 有一些困难 但是也还别丧失这个希望 邱老师 这种事情 你怎么看呢 李女士 就这个你说 你认为是被人骗 因为他们有拖 是吧 要是没拖呢 因为我玩了 我深有感触 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 没有拖的话 最起码你不会堵得那么大 你的胆子不会那么大 我之所以最后输了那么多 就是因为这个拖 有拖 对 它刺激你在里边 一遍一遍的就是 你想吧 假如你输了一万 你肯定不甘心是吧 对 要捞过来 我都是这种心态 你不甘心的话 你后边你都压十万 他都能赚九万 对 这样一种状态 不断地在那刺激你 所以这个拖是太讨厌了 没有拖就不会输这么多了 才导致今天这个结果的 所以主要的问题在拖 对吧 没有拖我们就不会 勾引我去输这么多 最起码不会堵那么大 是一定的 所以郝先生 你的担忧 不要解除 你的老婆 李女士 对于赌博这件事情 她根本就没有认知 她今天用到的词是 她被骗了 而不是她赌输了 可能她有诈骗的成分 是吧 但是在赌桌上 能赢到钱吗 按照跟李女士的交流 她心中应该觉得 还是 可以的 有希望的 没错 起码不会像现在被人骗 因为你们拿那个拖 而来骗我们 老勾引我来 你们下就赢 我们不光在 现在只是说在网上了 火车站以前的 什么公交站 公交车 长途汽车 还有赌瓜子呢 都见过吧 对 赌个瓜子 到底在哪个瓶里边 是的 是吧 你眼睁睁看着 打开就没有 这是诈骗类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诈骗和赌博 至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是一样的 十赌十输 不是十赌九输 你到了正规的赌场 在境外的正规赌场里边 没有人出签 也没有人去当托的情况下 你就能赢到钱吗 我不认识一个 所以我刚才问你的问题 你把很多自己 现在输钱的这个问题 更多的归咎于那个托 归咎于他们出签 归咎于他们赌场不正规 这是非常危险的 李女士 没托你也赢不了 没托你比这输得更多 为什么 你自信嘛 没托我就可以了 没有人干扰 我的思路就清晰了 我这个水平应该能拿到的嘛 就大小我还猜不住 就装弦我还猜不住 所以 这件事情 我想跟你交流的是 它是一个垫门 不可以摸的 摸了就会垫死你 没有任何幻想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堵捉莫上 上了必输光 你现在只是套信用卡 而且现在的信用卡 你是套不住了 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才让老公知道 对吧 让家里边知道 家里还有车 他可能就能套了三张卡 对吧 他要是能套更多的卡呢 如果房子的名字是他的呢 车子的名字是他的 你放心 不用你知道的情况下 早都没了 是必然的 我们见到咱们这个台上 见到 就光最近 今年应该有五六起 这样的事情了吧 对吧 多的上百万 是吧 一两百万都很多 这个你们这 一二十万不算多的 好在这个数量 不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吧 我们能承受得起 就当今年做生意赔了 得了 但是这件事情 李女士 我再次跟你讲 跟拖不拖没关系 真正吞噬你的 是你自己不劳而获的贪婪 明白了吗 李女士 你得认同 认知到这一点啊 赌博最大的快感 是不劳而获 对吧 是贪心不足 对吧 是赢了还想赢 对吧 对 所有让你赔光这十几万的 不是那个托儿 也不是那个赌博公司 而是你自己给自己身上 那些贪心不足 那些贪婪懒惰 交的学费 认识到了吗 好先生 作为他的丈夫 作为他的家人 作为他最亲密的人 在这个时候要帮助他 帮助他的第一条 你做的没错 就是选择在这件事情上 不相信他 因为我没有见到过 一个赌徒 在赌桌上 还有筹码的时候 竟然会 在没有输光的时候 能够抽身的 没见过 一定是倾家荡产 才知道 只能够回头 所以不给他任何筹码 这件事做得非常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 好像我跟你聊得多一点 他为什么在怀孕的 什么生产之后 那段时间 染上了这个毛病 是因为那段时间 太无聊 是因为那段时间 你没有在他身边陪伴他 是吧 好先生 问题出现了 我跟很多赌博的人交流 很多借赌饮的人 跟我来聊 我发现啊 他们赌钱很多 不是为了致富啊 他们赌钱是为什么 第一 消磨时光 这是一个乐子 对吧 我消磨时间 第二 他为了证明自己 就他享受的不是挣钱 而是挣钱的那个过程的快乐 哎我的钱从500变成了700 我这个过程的快乐 他不是那200块钱 他挣不来 他想用这个方式 去搏一把 这个方式显得更有趣 更刺激 你能理解吗 我说的对不对 李女士 对 好 我们懂得他为什么生这个病 我们才能帮助他去戒掉这个毒 那么 第一 找住他的来源 不给他筹码 第二 他不是空虚寂寞吗 多陪伴他 明白吗 刚才我说的第三 他为了证明自己 那好先生 他的价值在你这里有体现吗 他有好的工作吗 他的社会价值得到了体现吗 他有好的家庭价值吗 你对于他对于家庭的付出 对于他对于社会的付出 对于他对于孩子的付出 你有没有给到他足够的认可 有没有让他获得充分的价值 这是一个人的存在感 如果你想帮助他 以上三点都要做到 你记住了吗 我到这刻想把这个镜头 或者说目光转到你太太这里 刚才在催孝说到前面那些赌博的时候 其实还是没有任何感触的 然后就跟着你聊赌博 但是可能还沉浸在那种被骗的思维当中 但是你看当你说到了陪伴的这个时候 我专门去看到了你太太 那一刻就是那种崩塌感 那种无助感 比远比那些赌博带来的刺激感和被骗的这种感觉 要有这种冲击力的多 所以我觉得崔孝你刚才说到了一个重点 所以我希望郝先生能够抓住这个重点 这是重中之重 其实看似你们来到舞台上说到的是赌博 钱 但我们深刻的都能感知到 其实是两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 两个人的情感出了问题 两个人对彼此的信任出了问题 所以才会遗情 我把它叫做一种遗情 没错 小姐老师说特别对 就是遗情 所以郝先生真心的 就我们真的去 你去爱他 想帮助他戒掉这个毒 我们借的不是那个毒本身 那是治标不治本的 我们的本源 是对于我们他的价值的认可 和对于他陪伴的关爱 现在郝先生可能陷入到了这样一个思维当中 就是你不听我的话 你去把它赌了 赌完之后呢 我替你还了 还完以后呢 你还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 这个就让我很受不了 你让我背后的家人很受不了 今天通过几位老师所说 海生可能明白了 在这些没问题 这些没问题 你的要求没问题 因为我们确实为这件事情 做出了一些事情了 我们的确要看到对方的 道歉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这个没问题 这种出发点没问题 但是更深层次的 这件事情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必须得搞明白 刚才你看我问到了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埋了一个伏笔 最近这六年 是吧 你们夫妻生活六年 怎么样 你说到了 还可以 李女士说到了 还行 还行 还可以 在我问完问题之后 大概停顿两秒之后 有这样的一个回答 那说明什么 很一般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夫妻之间的 有矛盾 有问题 而且问题很尖锐的夫妻 我们也经历过很多正能量的夫妻 当我们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面带幸福的微笑说 豪里很大 可不错 是什么让豪里很大 可不错 变成了 还行 就那样 到底是什么 就这个需要 郝先生跟李女士 仔细地去探讨 一拍即合 这个舞台很负责任 我们不仅仅是解决我们 目前为止 你所提出的这几个诉求 我们甚至帮你挖出了 这诉求背后的 非常深层次的原因和问题 所以现在才六年 六年出了一个 关于十七万的事情 那十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 当六年之后的还行 慢慢变成了十年 十五年之后的那种 哎呀就这么过吧 等等等等事情 那将来 我们的婚姻又会走向何方呢 我们膝下的孩子 又会怎样呢 邦老师 李律师 作为女性 我们来聊聊感情吧 聊聊感情 刚才我一直都在说 请您 其实今天的这个事情 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字情 钱多少 这个事也好 不重要 重要的是背后这个情 说到情感 其实刚才我们 也已经说到了情感 他们两个人 情感上对于彼此的疏忽 但是我还想说到一个词 叫 产后抑郁和孕期抑郁的问题 那其实在李女士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有多大 孩子多大了 七个月了 七个月 那你 对 孩子其实没多大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 可能也没有多久 那就是这个事 正好就是在孩子出生前后 对 女性这一生当中 其实是一个大坎的 这个坎的前后阶段 是的 所以她在这个阶段 对于情感的需求 对于这种家庭当中的 对于自己的帮助 包括对于生完孩子以后的无助 和未知的这种 所有的这种期待 幸福美好恐惧 就这一刻起 所有的都来了 再加上本来怀孕的时候 她的荷尔能的分明 这种东西太可怕了 对于一个女人 在这个时期 是很容易 如果家庭的陪伴不到位 老公的陪伴没有跟得上的话 其实很容易出偏差的 郝先生理解吗 你也这样 所以到此刻为止 我知道你对于她情感上 包括对于她这件事情上的 一种愤怒 包括你对家人没法交难 但是 在这个时候 你想要对于一个 孩子只有七个月的母亲 你想让她去跟你诚恳地道歉 想让她跟你家人诚恳地道歉 首先我个人觉得 她很难做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即便做到了 那么她就会对于你 所有对于她情感上的愧疚 去加倍 放大 那么这种情感上的愧疚 你能做到对于她的一个 输入吗 你能跟得上吗 郝先生我问您的问题是这个 跟得上吗 如果能够跟得上 我们一码归一码 跟不上 跟不上 为什么跟不上 因为你觉得她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 是吧 感觉还是 感情还是不好吧 非常好 不好吧 非常好 这个回答非常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当事人自己 能够再跳出来 跳出来所谓的钱也好 赌博也好 第一次主动的跟我们讲说 感情上非常不好 自我认知非常明确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我要给你点个赞的 郝先生 那怎么办呢 孩子七个月大 老婆现在这种状态 我知道你还肯为难的是 还有你的家人要面对 怎么办 一会儿 我从事件 都密布 密布 怎么密布 好点吧 怎么好 都配为了 陪陪她 孩子现在谁带 孩子 妈妈带 妈妈带 她带吗 她 现在上班了 她 现在已经上班了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我要给你们 重新有一个规划和认知 孩子是谁的 2020 那么如果说她上班 剩下的时间在干什么呢 剩下看孩子 气息不如啥 也挺辛苦的是吧 所以 我希望你做到的 不单是对她的陪伴 你能够陪伴她 去共同陪伴孩子成长 这是一个做老公和父亲的责任 好先生 要想修复你们俩的关系 并且在未来不出问题 情的问题很重要 我要问一下李女士 刚才你也说到了 你们俩的感情就那样 你感觉你们俩感情 现在坦诚地来说 有没有问题 还是说最大的问题在哪 在婆媳啊 还是在夫妻啊 各种问题都有 但是还想过下去 但是还想过下去 没错 因为你还爱着她 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孩子 但是这个问题要注意 在这个舞台上遇到过太多了 三十多年的问题 都已经伸到骨髓里面 进入到生活里面 解决不了了 来到一拍即合 很难处理掉 今天你们六年 现在你们的观点是 有问题 但是我还想继续过 但是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处理和解决掉 将来可能还有更多的事情 刚才说到 也许不见得是赌博 也许不见得是缺钱 也许可能不是婆媳关系等等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会更糟 来的一句是告诉我们 都有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之间 没有赌博之前 都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之间互相不信任 不信任 对 哪方面不信任 就是我之前在上班 大孩子现在不是五岁了吗 一岁多的时候 也是他妈在这看孩子吗 然后我在外面上班 可能是我做的是一些销售的业务吧 不停地要跟客户打交道 对 然后手机里面有一些微信了 电话了这些 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 他每天我下班 他都查我的手机 老公查手机 对 跟我这个电话是给谁打的 我说你不认识 我说跟你说了 你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我们都不停地 为这个问题争吵过 因为这个 我都换了好几个工作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这是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对吗 对 我们就来说这个不信任的问题 夫妻之间不信任 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郝先生 你这种不自信来源于哪 说实话 这就是一种不自信的 对吧 你要真是自信了 你随便 外面那些人绝对我媳妇看不上 这么好个老公在这摆着呢 何来的不自信和不信任 夫妻间的不信任是个大问题 你媳妇说了 今天指出来了 这是你们最大的问题 或者说最近还有吗 有 最近还有 最近是什么 还是不信任 哪方面 就是那天下班 10点多了吧 他问我 就是该睡过 该睡觉的时候 他问我 你睡了没 我说我没睡 然后他说 我今天回去了 因为平常有时候 他不是干厨师的吗 下班一般晚 回来我们都睡了 怕打扰我们 老公做厨师的 对 一般太晚 他都不回来了 然后他那天10点多 他也觉得还可以吗 我说没睡 他说我回去了 我说你回来吧 然后发完这个短信以后 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他一直都回来了吗 回来他都问我 什么 问我给谁发信息 一直都是 我给别人发个信息 然后我发错了 发给他了 然后发个什么 先不说了 就是这个信息 是我本来要给别人发的 然后发错 发到他微信上面了 然后他回来都问我 我都感觉可奇怪 我如果没有给别人聊天 我也没有发过这样的短信 他说我都看见了 你又撤回了 咱们大家都知道 微信是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对不对 如果你在里边 发了一条短信 如果再撤回 是不是有 就是显示你撤回一条短信 然后我说 你说我撤回了 你手机里面应该有吧 然后他也找不到 在我手机里面也找不到 他就一直 因为这个事 我们俩又吵起来了 本来这都乱七八糟 一堆事嘛 又吵起来了 后来 然后把他妈叫过来了 他妈也说 都没有 然后你说说没有嘛 然后就撤回了 有证据 然后他也找不到证据 都因为这个 又又发生了一回 这样的事 那还是不信任嘛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最近的一次 就是大概有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前的事情 对 老公平常上班是 就是大概 多少时间回自家 之前也经常回 就是因为出生 发生这些事吧 都估计 反正也不想看见我吧 反正是各种问题吧 一直有矛盾嘛 都是大概半个月才回来一回 半个月 十天半个月 十天半个月 回来一回 不信任的问题 王梦觉得这个不信任 是什么感受 大老师你觉得呢 这是一个不尊重对方隐私 也没有信任的一种状态 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先不说这个方法 是否正确 但是我们是不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能感受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爱 是吧 郝先生喜欢你 很喜欢你爱人 对吗 你很爱他 对吧 然后你很在意他 是吗 是 爱 不要用这种冠冕堂皇的东西 为自己做辩护吗 我爱你 我跟踪你好不好 我也是爱你啊 我监听你好不好 我也是爱你啊 我找侦探 24小时去 去把你身边的所有关系 都调查清楚 我也是爱你啊 哪个爱就都能够 把这些东西给抹掉了吗 这是什么 这只有自私 只有自己的自私欲 偷窥欲 偷听欲 没有别的东西 没错 想爱没问题 想要占有欲 没问题 直接明说 是的 我想跟着你行不行 哎 我就想知道 你身边的每个人是怎么样 我想知道 你24小时都和我在一起 我想看着你 我一会儿见不到你 我就很想你 我想占有你所有的时间 行不行 我跟你聊 对方说 不行 那23个小时吧 咱可以聊 你不能说 对吧 我觉得很好 这就是一个对的交流方式 是的 23个小时 你别跟踪我 或者你就跟一次 那行 你别跟了 我陪 我待着你 我跟你一块待着 你别跟了 这都能聊 可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强迫去看手机 听电话 拆信件 我认为 李律师 这跟拆信是一个行为吧 拆信是违法的吧 就估计来讲 拆信件那个年代 还有信的时候 是违法行为吧 那肯定是侵犯别人隐私的一个行为 所以看微信跟那个是一个行为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对 而且我觉得在刚才我们 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呀 就是我们可以换一种直接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谁和谁都不信任 就我们谁和谁能谈到百分之百的信任呢 都没有 我们何必要做到那个百分之百的信任呢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把自己爱的出口 有方式 有控制 有理性 成熟的疏导呢 你不能什么都要 这是孩子气 对吧 我们可以交流 你用你的魅力去征服他 你想和他多在一起待 你就去征服他 让他多 更多的和你去陪伴 更多的不想搭理别人 就想腻着你 这都有成就感 对 所以这就是刚才 正向的 对 这就是刚才王萌说了一句 你在自卑什么 其实我也很特别 我认同王萌这句话 你的内心里到底有自卑因子吗 你在自卑什么呢 这个节必须得打开 刚刚开始 刚开始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那个 他说那个 不喜欢我这个性格了什么的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他老说他看不上你 他不喜欢你的性格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为止 你都觉得你娶他 如同娶回的女神 不是 李女士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先确定一下 李女士当时说我这话吗 说过这话吗 可能吵架的时候说过 中间闹了一次分手 然后想跟他分手了 他在那 吵架的时候气话 对 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当时想跟他分手的时候 是这样想的 但他在那求我嘛 然后我也不忍心 后来确实也还喜欢着他 后来都没有分手 对 这是你是正常人 长这么帅 你说看不上他 这个身板 这个长相 这么 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 而且厨师的职业 对呀 这多帅 多棒 你捞住了呀 李女士 你还说看不上他 你竟然让他留下这个根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 帅能怎样 说的不是说你不帅 说的是你性格不好 人在意的事情 一定是自己认为 他说到了我的痛点的 我会在意 如果你说我 你要说我长得丑 我跟你讲 像你随便说 你说一百遍 我都不会在意的 但如果你要说我 小语你胖 那我就会恨你一辈子 因为我是有这个问题 我介意 我觉得 那他说到了我的重点上 换方式 对 风雨 你要说我丑 我不会在意的 我那么美 我们可以说 小语老 风雨的 算了 饱满的 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我只是告诉你 他说到的 你所谓的帅没有意义 他说到的 他说我性格有问题 所以我在这点上来讲 郝先生认为 自己的性格 是有一点 你自己也不满意的问题的 那么问题是什么 你要说性格吧 什么问题 哪方面呢 都是 他说了吧 不说别人上 那种性格上 凯朗性格 我都是感觉 又不爱说话 我跟 内向 对 内向 然后对于生活来说 没有别人看起来那么积极 嗯 其实这也是 既然他说到了 你的这个性格问题 其实你也是很在意的 嗯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说你 恰好又说到了我的痛点 你又不喜欢我这一点 所以这种自卑感 是存在和成立的 我倒是认同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样啊 郝先生是一个性格 比较内向的一个丈夫 而妻子呢 又是做销售的 八面玲珑 天天这个口若悬河 是吧 然后呢 呃 如果说身边真的有一个 特别能说回到的 一个男士出现 嘿呀 我还可能还真比不过 这种心态 一直存在六年 我差的 恰恰又是你拥有的 嗯 这就很可怕了 我觉得不应该吧 李女士 是有曾经有这样的 确定的案例吗 还是只是他一门心思担心 就是说到点上了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 嗯 谢谢 你说过这话 你确实觉得他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说过 你现在这么想 他只是 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 我做销售的时候 就是像刚才他说的 肯定会遇到 也能说会到的 比如说 都这些人吧 然后一旦被他知道了 他都他都觉得 他本来都有这种 这种心理吧 他都不希望我跟那些人接触 尤其是男的 一旦接触了 都让他知道了 都是都是大事 那好了 反过来了 李女士 你就要明白这一点 嗯 那我要说你 你最在意什么 你想想 你自己身上 最大的弱点 你最自卑的地方在哪 李女士 你自己来说 我自卑的地方 就是我这一次做错事的 就你现在做错这个事情 这就是你的短板 嗯 抬不起来头 到哪说都理亏 对 说出去也丢人 而且给家里造了 这么多的损失 是吧 自己也很惭愧 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希望的态度是什么 这种事不用说别的 点一句就让你难受两天吧 一个眼神就够你难受两天了吧 若有若无的不是聊这件事 我现在不聊你啊 我说 那家那个谁 就是天天出去打牌啊 你都觉得是在说你吧 哎呀 我们的这个孩子 最近奶粉啊 又吃的多了 又花了家里多少钱了 这句话可能都会让你想到 我如果不对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我的孩子还能再吃的好一点 他都是在说我 你忘了吗 前年的时候 大前年的时候 咱们一块开着车去玩呢 啊 车呢 对不对 没有车了现在 这些话都 要交房租了 这些话都能扎到你了 这个月又得花钱了 给孩子买奶粉了 又得花这样或那样的钱了 只要提到钱有关的 都是你的痛点 你这个事儿 有多难受 你自个儿心里知道 但我还要说 这个事儿你自找的 对吧 这个是自己自作自受 但是他人家那个毛病 可不是自作自受啊 这是天生的 对不对 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长得高 有的人长得矮 这是不一样的 你得明白这一点 你有多痛 你的那个话说出来 人家可能就有多痛 而且那不是人家的错 你这错了 人家说你就说了 你受着 是不是李女士 所以可不要再干 这样愚蠢的行为了 对于丈夫的夸赞 要不吝言辞 好不好 尽量要多去夸他 把你真实的想法去讲出来 对 你告诉你 告诉他你有多爱他 告诉他 他那些缺点不是缺点 你觉得是挺好的 这你要告诉他 同样跟好先生来讲 其实小艾老师和我都说了 一个男人真正的力量 再以自信 好不好 好先生 说到自卑感 其实我们还想告诉你两点的 就是第一点 不要把你的这种自卑感继续下去 否则对于你的婚姻不利 这是起一 第二点 千万不要以为抓住了一个他的所谓的短板 然后去放大 因为这种放大就如同这么多年 你自卑的根源是一样的 你知道刚才我们在说到了那个什么钱奶粉 还有什么的时候 他再一次哭得跟泪人一样 如果放不下 就及时地止损 离婚都可以 但是不要彼此折磨 我想跟好先生和李女士分别说几句话 那么跟好先生说的话就是 爱不代表着没有距离 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才能让你们这段感情 有更多的新鲜空气可以呼吸 这是我想对好先生说的 那么对于李女士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大的赌场 因为你每一个付出 都不确定有确定的结果 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无法预知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如何判断该不该做 就要一定要提醒自己 能不能承担最坏的那个结果 因为你现在肯定知道赌博是不对的 但是我担心的是 以后面临人生的各种选择 你会怎么选 所以就我提醒你 一定要掌握好一个标准 能不能愿赌服输 能不能接受最坏的结果 如果不能 那么开始的时候 就不要去做 好吧 好 两位 夫妻两位看着我 感谢你们今天来到一拍即合 能帮到你们的就这么多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是一个幸福且神奇的家庭 这个家庭里面的夫妻双方也好 或者说这家庭的其他成员也罢 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和困难的时候 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正确的情绪是什么 对方的什么八五不能接 怎样说话才是最积极向上的 并且朝这条路去走 我们能聊 但是我们不可能跟你们一辈子 我们希望你们幸福 我猜想你们也能够做到 开始做选择的时候了 请转身 两位 如果 你们觉得和对方 这六年的生活 所付出的一切 所感受到的一切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只会越过越好 并且愿意为此而努力 当我倒数完五秒钟之后 请拍下右边的按钮 证明你们 愿意 携手一起走过这个磨难 一路向幸福出发 如果觉得不行 如果觉得依然一团乱麻 如果觉得没有信心 当我倒数完五秒钟之后 请起身 离开 两种选择 五秒钟时间考虑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媳妇做错事 但她心里真的很痛 都是成人 犯多大的错 内心就一定会有多大的忏悔 但是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 来 来媳妇回家 她真的知道错了 您再记得上网了 好 而这个错背后的原因一定要清楚 有你的错 去吧 回家 没事 没事 方老师 爱情就是这样 在说话的时候请注意到一些方式方法 就如同我们在墙上钉了一个钉子 我们觉得不对 我们把它拔起来 但是那个钉子的那个眼还在 所以请注意说话方式 或许这就是爱的真理 崔老师 老生常谈来讲 赌博的心理是不劳而获的贪婪和懒惰 十赌必实输 不赌才是赢 李律师 人到赌场亦放胆 马到悬崖 难收江 赌博是因为内心的空虚 是因为贪婪 我特别同意 而如果家庭幸福 如果夫妻和睦 如果每个人都开开心心高高兴兴 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小心思 所以 好好地经营自己的家庭 幸福路上 有你 有我们 赞金三位嘉宾老师 我是王萌 下期一拜训合 再见 幽默 风趣 积极 乐观 他用声音带领身边的人无限欢乐 童哥 童哥 你可来了 八经 你在这干什么呢 顺下 冷风飞快地游响海盗的快艇 身边不时 有子弹 把破 意外 重创 失落 绝望 是什么样的遭遇 让他的人生跌入谷底 恐惧 对生活的绝望 连死的这份心都有 残酷的现实空洞黑暗 心中的世界充满色彩 从对生活的绝望 到牢牢把握自己的人生 期间 他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坎坷 欲火重生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开泪 不要问 为什么 生命 给了他黑色的眼睛 他却用自己的行动 寻找到了光明 人生 给了他一次次的打击 他却用坚强的内心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一拍即合 明天为您讲述 黑暗中的阳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